洞察金融市场 分享理性认知 大家好 欢迎来到Rizzer投资说 我是你们老朋友Rizzer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说 大家看到最近新闻了 美国再一次对我们的华为施加制裁 再捶华为 而且这时候台湾也行动了 台积电可能会给我们断供 给华为断供 这个时候华为只求活下去 大家看到这张图片 华为现在只说了 没有伤痕累累 那来的皮糙肉后 自古英雄也多磨难 对吧 华为只能说只求活下去 那我们中国的国产芯片地带 到底是否可行 对吧 我们中国的半导体芯片产业 到底路在何方 今天我们就再谈论一下 对吧 大家都知道 自从2018年以后 中美贸易战开打了 然后美国多次制裁 我们中国的高科技企业 对吧 尤其是针对华为 这一次5月中旬 再次对华为的制裁升级 对吧 爆锤华为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事件 这个发展的经过 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吧 先来看 5月12日 美国的企业 就不准中国的这些芯片企业 再用美国的芯片制造设备 这是5月12日的新闻 然后5月15日 台积电 就是台湾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厂商 台积电 在美国 投了120亿美金要造厂 对吧 要造晶圆制造厂 可以跟大家发现台湾 为什么不在中国投资造厂 而在美国 对吧 这明显是一个倾向的问题 把它倾向美国了 在美国投资120亿美金 非常大一个规模 造了5纳米的芯片 这个5纳米的芯片技术 中国现在还不具备 只有台积电这样大企业才能造这种大厂的规模 而且是5纳米的这种级别的 而晚上5月15号晚上 美国的商务部就直接宣布全面限制华为了 对吧 任何的美国的软件以及芯片以及硬件都不能用了 都不准让华为用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限制 而且给你一个120天的缓冲期 对吧 其实这个缓冲期过后 台积电 美国政府 华为 三方博弈 最后受伤的 我相信一定是华为 因为华为其实整个它是一个备用状态 它是一个下游 对吧 它其实是受制于上游的制造商 以及美国这些政策的 对吧 我觉得华为这次还是真的是吃个闷亏 挺惨的 然后当晚10点钟 我们中国政府就按捺不住了 对吧 哇靠你们搞我 好 我现在回来搞你 怎么搞你呢 也不是搞你 就是说我要加强自己的这个东西了 怎么加强 就是说台积电是台湾的企业 对吧 我们中国没法控制 好 我们就加钱给中国的企业了 就是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这只公司呢 是一只港股 港股的上市公司 但是它在中国 那大陆内 上海 这也有厂子 对吧 就是也是跟台积电一个性质 就是加工制造 这个晶圆芯片的 但是呢 对吧 它是我们中国的企业 我们中国政府就直接说了 我们多千几家投资机构 和包括这个国家的集成电路 潜业基金 给你投总共22.5亿美金的 这样一个规模 让你去 再去生产 对吧 再去投入规模造成 发现中国还是立马就行动起来了 但是短期内呢 说实话 还是难以扭转这个局势的 因为这是个长期的投资 对吧 其实说实话 到这个17号 5月17号之后 这个制裁再一次升级 而当晚华为就立马向我们台湾的台积电 也就是它本来的制造供应商 立马下单了7亿美元 就相当于停货 囤货了 对吧 就是我先订单 我先囤货 因为我要被制裁了 我只能说先买一大米单子 为我以后备用 对吧 它先买单 先花了7亿美金 先下订单了 然后这个时候台积电也接单了 对吧 但是我们发现在5月18号中午 传出一个新闻 什么呢 台积电停止了对华为的订单 对吧 就是说不要你订单了 停止设计的订单了 对华为断货 这样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但是后面有消息证明 这可能是个假消息 我们到时候再来看 但是不好说 反正现在看到就是说 不管是美国还是台积电 对吧 都对是华为是两面夹击 现在华为确实是 快传不过来气了 我们要看一看 为什么他们对华为 就这么大的打击 华为到底在哪里受制于人了呢 我们要看一看 对吧 我们总共有两大点 华为是从这两大点受制于别人 您来当点 第一点是 华为的芯片制造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中国的 不管是哪个国家 芯片制造 都是要靠什么呢 芯片的设计 对吧 你将要把这个东西设计出来 然后去加工制造 把设计图纸给别人 给制造方 制造方的年 你把你去加工制造出来 这个芯片 对吧 这个制造好这个芯片 还不能直接用 还要去封装和测试 封装和测试 也是要去一个 也是到工艺 也要做 这个时候才可以去应用 再去用 对吧 而华为在台积电 这里就主要是制造 因为华为它自己 海斯麒麟芯片 是可以自己设计的 但是设计出来之后 要给台积电 来做一个制造 对吧 那台积电 它制造这个芯片 就是说实话 对吧 你要付钱的 我是帮你代工 对吧 而如果它要是不帮你电工了 这个时候 华为就完蛋了 对吧 可以说是一档的订单 就没有了 对吧 就不能再去采购货了 对吧 而除了第一点 这个芯片制造之外 第二点就是芯片的设计 我刚刚说过了 华为的海斯麒麟 这个芯片自己设计 为什么还被限制了 是因为被限制在芯片的设计工具上 也就是说你设计芯片的时候 需要一个软件工具 对吧 这个软件工具 EDA软件 它的这个企业都是美国的 对吧 美国一声令下说 我不让你用了 这些软件设计的工具 你都不能用了 对吧 华为就会说 卧槽 从源头就被断掉了 对吧 所以说看到 其实从台积电这个制造上 以及从EDA软件 这个芯片设计上 这两大方面 华为就被绊住了脚 因为这两个都是我们国产 对吧 都是靠别人 那这个时候就 华为就不能动了 所以说这两点 是对华为有巨大打击的 对吧 好 而且除了这两点以外 还有就是设备制造 它也限制 但是设备制造 其实跟我们 华为关系不大 但是跟那个 它的供应商 制造供应商 就是中芯国际 对吧 华为的主要供应商 制造供应商 是台积电 这个台积电也是 全球最大的这个制造商 但是呢 未来可能会逐渐转向 中芯国际 对吧 这是我们国内企业 国产 对不对 但是中芯国际呢 规模比较小 还不足以 跟台积电抗衡 但是中芯国际 它自己去制造芯片的话 它需要设备 对吧 这个设备说实话 我们也不能国产 还是要靠人家美国 对吧 还是要买人家的设备过来 但是美国说 现在设备也不给你了 设备也不卖给你 你怎么办 对吧 你还能只能靠自己造 所以这条路是非常难的 我觉得 我们这个难关 但现在还是难以度过的 好 这个时候 大家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市场就爆炸了 各种消息和新闻出来 对吧 很多观点都说 没有关系 我们华为能扛过去 不要怕 大国崛起 我们科技还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长期看多 坚定做多 我们中国的半导体行业的资产 对吧 我觉得这种就是太傻了 就太过于热血了 对吧 你们以为 美国这次制裁 会倒逼我们的 这个国内的科技改革 或者倒逼我们的 芯片的产业计划 但是短期内是不可能的 你们要从实际来出发 对吧 我个人说实话 我是短期呢 看空这个市场的 因为市场并不是傻子 市场它没有这种热血情绪 短期内我认为市场会下跌 为什么会下跌 因为从华为这个芯片开始 整个还是说实话 它短期内没法替代 对吧 没法替代 整个产业链就会受到一个 对吧 断压式的下跌 这个时候科技股一下跌 会带动整个市场下跌 但是我认为这个事件 只是导火索 真正整个市场下跌的原因 我觉得后面我们再说 大家希望可以继续 关注我 订阅我 后面我专门讲一期 为什么短期看空市场 但是我会长期觉得 我们还是会走一个 资产泡沫化之路 这个情况大家可以订阅我 继续看这个东西 对吧 我们先来说 这个芯片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我们国内的半桃底芯片 这个国产地带不是一日之宫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为什么呢 大家总觉得我们国内已经大国崛起了 芯片很强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纵观国内海海内外 芯片企业发展最少需要5到10年 甚至是20年的时间 对吧 现在美国有一批很强大的芯片企业 对吧 高通 英伟达 英特尔 这些芯片企业很强大 包括说三星 日本的很多企业 说实话 包括人家台积电都很强 我们中国还是比较弱的 对吧 比如说就举个例子 我有个朋友 在西安的一家军工单位上班 他们就是什么卫星 这种芯片 采购软件应用 说实话 很多还是用国外的 还是用美国的 为什么不用中国的呢 我们朋友告诉我 说国内确实质量很差 就比方说这个操作系统 对吧 软件系统 都用微软的 为什么微软的和苹果Mac的系统 比较好用呢 人家就是好 人家就是快 对吧 你用我们怎么国产的奇林软件 那就是卡 对吧 人家用奇林软件 你还真的还会再去装个虚拟机 再去用Windows 为什么 因为Windows就是好用 对吧 这个是质的差别 我们中国需要替代 真的是还是要走一个 几年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不能急 对吧 不能说盲目自信 对 所以而且包括说最近 大家也知道 就我刚刚这个朋友 西安军工朋友 他也说了 就是说 他认为我们短期内 国产芯片是难以替代的 最少要走这个 五到十年这样一个时间 乐观一点 也要三到五年 这样一个时间 对吧 证明这个时间 业内人士来看 也是有一定个周期的 对吧 就举例子 大家再看个故事 就大家可以看看新闻 前一段时间 我们中国的一个 长征火箭 运载火箭 啪上去 啪下来了 失败了 为什么我们火箭发射会失败 包括说 有一个什么 也是一个长征火箭 好像是发上去之后 但是它没有失败 它的零部件脱落 也是出现问题了 对吧 你发现 其实这些尖端的行业 我们中国可能 还存在一点问题 这个说实话 这种事件 能侧面发现 我们中国的科技产业 还是没有那么强 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些新闻 所以说 我个人认为 我们中国的半导体行业的崛起 真的是绝非一日之功 我们国家也知道 为什么国家知道 国家做了哪些事 国家成立了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 这样一个基金 早在15年就开始投资了 就是砸钱 去投这些半导体行业 让它崛起 对吧 15年它现在已经5年时间了 为什么还没有崛起 因为这个行业确实需要时间 对吧 当年国家成立 17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的时候 就投资了我们中国很多上市公司 比如说三安光电 照忌创新 北方华创 世兰威 长电科技 等一系列优质的半导体公司 它们无论是制造行业 芯片材料行业 或者是说设计 或者是说封测 或者是设备 各种的芯片产业 大家如果对于这些产业感兴趣的 可以继续订阅我 观看我 我后续会讲这些 专门的一期半导体产业 对吧 然后一期基金 投了很多公司之后 在18到19年 又成立了国家第二期 集成电路半导体产业基金 又开始投资了 对吧 首先就投了中芯国际这家企业 对吧 刚才说了 前几天晚上就直接 发布消息说 我投22.5亿美金 投给中芯国际 对吧 就是把钱打给你 你去开发 你去吸引人才过来 让我们国家进步 对吧 但是这个过程 是一个长期过程 好 我们先说 到最后说一说 这个华为 我认为短期内这个问题 大家要去审慎看待这个问题 不要盲目乐观 华为要解决这个问题 还是需要去谈判 无论是利用国家的力量 去跟美国政府谈判 还是说用从企业层面上来去谈判 都是一个大国博弈的过程 对吧 我认为华为 如果不去谈判的话 是很难扛住这一波的 对吧 短期内 华为确实面临着一个 生死存亡的考验 任正非也发表了内部指示 说我们设计手机 以后要向屏幕 要向设计 要向光学方面去靠拢 而并不是说 强调我们的产业 这个竞争力是芯片 为什么 因为芯片可能用来不是 对吧 没有货了 这没办法 所以我认为 其实无论从华为内部 还是我们外部 都要重视这个问题 现在华为这个企业 确实在了 到了这个生死存亡的大关头 大家去需要 审慎对待吧 对吧 而且最后 我说一下 我们利用邓小平先生的一句话 来做一个结尾 就是科学技术 是低生产力 无论你如何强大 不能把科技忘了 对吧 华为就是我们科技新国的一个代表 但是不能它死 对吧 我希望我们华为 能够撑下去 撑过这一波 对吧 希望未来 它能引领我们整个 国家的科技转型 和产业结构转型 对吧 引领我们的经济 再次步入正轨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如果想要去看 半导体行业投资的相关信息 或者半导体行业 整个一个产业链的分析的话 继续点击关注订阅我 会继续分析我们国内 A股的上市公司的一些半导体行业 包括港股和美股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